哈喽大家好,我是山芒,这两天国内的这个小众的恐怖片的这个观影群体里头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什么事情呢,就是本来以为我们能够跟全球影迷一样共襄盛举,同步观看温子仁的新片 日命赶印了,9月10号上映,然后这个内地版权被这个爱奇艺给买了嘛 哎呀,兴冲冲的跑过去,非会员是12块钱,会员6块钱,小钱嘛,对吧 一复一看,看完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才知道哇,原来内地的版本删了三分半 而且删的都是最硬核的那个part那个部分,然后呢就是第一波这个恐怖片观影群体啊 马上冲到那个豆瓣底下刷影屏啊,然后后面一定都有一个括号 千万不要看爱奇艺的删减版,一定要蹲一个过两天就发出的私密渠道的这个完整版 对,然后这个事情一出之后,这个爱奇艺就急了嘛 说那你们不知道我们想引进个这玩儿费了多大功夫吗 至少运作了一年半他妈,然后温子仁还特别为了中国能过神版的这个单独剪了一版,对吧 然后呢,因为你想他动的刀子很大嘛 他不是一两个镜头的事儿,将近四分钟的这个东西 专门剪了一版,那来来回回,一来二去 这个中间,参与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费了多少精气神 你知道,就是,你知道,然后因为我这个群里面有爱奇艺的版权的朋友 所以一看他发的那个文字啊,都是自自气泪,你知道吗 说什么时候呼吁大家去看正版,反倒成了一件现在居然要做的事情,你知道吧 就是有点,怎么说,他就会觉得有点阴阳颠倒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就这事儿吧 因为我自己是第一时间冲到那边,赶快去买一版 就是感觉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嘛 那这个过来呢,就是欠温子人一张电影票 不给他啊,对吧,就是二话都不说的 然后呢,我也真真真真真真的把爱奇艺的那一版 线上呢,就看完了 看完了之后呢,紧接着是不是那个私密渠道的就出来了 我也下了一版,好,所谓盗版 是吧,比较了一下,两箱比较了一下 然后我就get到他们这个点到底出在哪了 首先吧,是这样的,就是 古灰级的资深影迷,是非常非常一小撮的人 这小撮人呢,有他们的看红片的观影习惯 就是他们绝对不能允许自己去看到阉割版的 第一时间去等着投喂一个熟肉一个东西 你知道吧,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 就是自己爱上的姑娘是不能允许别人染指一分一好的 你,我靠,给他阉割一道 然后还要给我收钱 哇塞,这事儿受不了的 就白嫖惯了的,你知道吧 而且白嫖是一种,反倒是一种政治正确 我要是给点钱,看看一个被电污版的 反倒是对于这个作品的一种 你怎么样,你知道吧 这个真的是他们心中过不去的一个坎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就是这个问题就在于 他们过去的这个坎 跟平台,其实 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的 平台就只是一个播放渠道而已嘛 对吧,那这个片子要上啊什么的 这些东西是跟国家的政策 比如说,始终不能分级嘛,对吧 不能有鬼 有各种各样非常细细节的这些东西 那我们现在要上映的这片子 都必须要拿到类似的这种许可 都必须得,对吧 剪得刚刚进进的 这种玩意儿才能上映 对吧,所以就是卡在这儿 我认为是卡在这儿的 对,倒不是他们说真的是要支持盗版还是怎么样 我认为啊,就是 他们是舍得花钱的 你但凡给他们一个渠道 能让他们,能真正让他们看到自己心爱的姑娘 穿着合适的衣裳 对,他们是舍得花钱的 对,就这个是一个点啊 然后另外呢,就是再说说爱奇艺这边是个什么逻辑啊 他们是极力想促成这个事情的 而且这个事情是一件,怎么说呢 就是能在他们的职业生涯里面写上一笔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他们也看到了这个事情有促成的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呢,就涉及到一点剧透了 首先第一,这个片子里头没有鬼 第二,这个片子里面这个女主角是一个innocent 是一个,她不坏 她是一个被操纵,被利用的 最后呢,就是这个结局非常非常光明 就只要有这三点,她就有能把它动树改造成一个能够上映的一个核 一个基因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项目是可以操作的 然后第三呢,就是一来一回的拉锯拉扯 再加上钱,是给够的 那这事就能成 其实他们想法就很简单 那他们能够让那些情怀粉们给温子仁掏一波钱 类似于像我这种呢,你知道吗 就是心肠比较软的 但其实大多数人可能不是我这样的,知道吧 就是她这么一搞反倒激发了恨意 就是你以为能收获一波这个情怀粉 觉得你要了骨头,没要膝盖 对吧 但是从他们兜里面掏钱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吧,所以就是综上 就刚刚扯淡啊 还是对于爱奇艺而言的话 能够做出来这一步 这已经是一个创举了,对吧 至少搭上了这条线 然后呢再来说说这个影片吧 以下东西就涉及剧透啊 首先吧,我认为啊 就是温子仁的恐怖片在全球范围内啊 已经属于恐怖片天花板了 对吧 然后他的那些非常耳熟能详的 比如说我最喜欢的 比如说死记啊 招火纳系列 我认为是那个天花板上的西顶灯 你知道吧 距离天花板最近 但是这个致命感应呢 只能算是一个 咧啦啦的一个吊灯 离天花板啊 还有一段距离 是大概这么一个状态 首先这个恐怖内核 恐怖内核是一个恶魔夺射的一个内核 我的妈 恶魔夺射这个内核已经拍了多少年了 里里乖乖的 对吧 就是韩国也拍 日本也拍 美国也拍各种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概念就不新鲜了嘛 可能是前两年 还是前三年吧 有个片子叫 Daniel不是真的 小众的一个小恐怖片 然后他是那个 十把星哥的儿子演的 一个小小片 你可以搜一下 哇塞 那个你们要看恶魔夺射 我建议你们看一下这个片子 很有趣 也是一个imaginary friend 就是想象出来的一个坏朋友 你知道吧 但是他中间会有一些那种肢体 吸在一起的那种变异 包括他里面那些摄影啊 光影啊 这种东西 非常的先锋 非常的出彩 我看完这个的时候 我首先想到那个 但是呢 就对于我而言 我比较接受的这么多 是不是说这个人 他这个脑袋背后 真的背着一个怪物 这么一个东西 你知道吧 就这个东西就太奇怪了 他是一流变的 就这东西 就非给他一个生物学的一个解释 就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 非常的多余 就非常多余 非常不温子人 知道吧 非常不温子人 然后 当然也是因为他非常不温子人 所以才有可能这部被引进嘛 他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刃剑 因为就是被删减的部分嘛 也是这个片子里面 可能最吸引恐怖片 骨灰级的人 最喜欢的部分 一个是 后面脑后头长的 那个玩意儿的那个 近距离的特写 他到底长什么样 然后那个小手啊 还挺可爱的 挺可爱 然后还有就是他变异了之后 对吧 有一些禁警拉过来 还有就是 在警察局里面大概是 就这三部分 基本上就是三部分 被删减的部分啊 然后 删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嘛 那这个我是完完全全 同意 这个恐怖片的这些爱好者 在多半底下给的这些影评 很客观 就是你生生把一个horror 变成了一个suspense 类型都把它变了 我们看红片就要看它的类型感 你把类型都去掉了 我们看个毛线 看毛线还要让我们花钱 凭什么 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 刚不是从爱奇艺的方向 说了说 从影迷的方向说了说 然后现在从那个 文子仁的团队的那个方向 来说一说 那个starline 因为投了文子仁的工作室 然后给了好多钱 然后这一部的这个片子 我看那个wikipedia上面说 是40个million 那就是多少钱 那就是4000万美元吗 这投资也忒大了吧 我感觉不太像 我感觉真的不太像 但是如果是按照 这个量级的制作来看的话 那我觉得它就是 死结白咧的 要把这个版权卖的动过来 也是make sense的 你知道吧 就来来回味沟通 来来回味减 这也不是个简单事 因为现在你看 如果在美国 如果选择 就是在电影院的话 已经非常少的一部分了 主要都是线上流媒体 来观看的话 它其实收不回太多钱来 特别我看了一下 那个imdb上面的 那个评论 也没有那么好 我知道嘛 就是都是中差评 各种给的 所以我认为 它这部片子 全球能收 收不收的回来票房 收不回来制作成本 都是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爱奇 这边花多少钱 来买这个片子 我还在问 但是也没问出结果来 我估计 花不了太多 也就是顶了天了 就是千万级别 我估计不会很多钱 不会很多钱 然后 就怎么说呢 整个这部片子 如果没看的话 还是推荐看一下 最后一句话 就是支持正版 打击到稳 行呗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然后 没有关注我的 可以关注我一下 OK好 今天就这样 拜拜